比较三分之五与七分之十的大小 三分之五和七分之十 这两个分数的分子都比分母大 我们知道分子大于等于分母的分数 叫做甲分数 甲分数大于等于一 所以三分之五和七分之十都是甲分数 那么如何比较两个甲分数的大小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甲分数分别在竖轴上表示出来 建议算听视频自己先比较一下 下图有一个竖轴 竖轴上已经标出了刻度 0、1、2 从竖轴上从0到2之间这一段 每两个刻度之间被平均分成了三分 从0开始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三 等于一 三分之四 三分之五 三分之六 等于二 三分之五就在竖轴上的这个位置 并把这里用蓝色十点表示出来 接着我们在竖轴上表示出七分之十 竖轴从0到1这一段 每两个刻度之间平均分成七分 从0开始 七分之一 七分之二 七分之三 七分之四 七分之五 七分之六 七分之七 等于一 七分之八 七分之九 七分之十 七分之十一 七分之十二 七分之十三 七分之十四 等于二 七分之十就在竖轴上的这个位置上 并用霉红色十点表示出来 观察竖轴可知 七分之十在三分之五的左边 一只竖轴上左边的数比右边的小 所以七分之十小于三分之五 也就是三分之五大于七分之十 所以填大于号 七分之一